今天我们拿货120斤 小b今天之所以要拿120斤啊是因为酒店里面要两框我们摆摊卖四框 六块草莓一大桌就摘好了 赶紧拿走吧 好 走 拿走哦 送货了 走 哈哈 哇 这边桌子都摆好了 正忙着呢 绑着 拜拜 六块草莓已经销出去两框了 剩下继续摆摊 走 出餐了 今天我们出餐这个地方管得比较严 所以所有人呢都在这边小巷子里面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小夹缝里面 今天要大力吆喝了啊 那草莓吗 刚才来的 小贝啊 这边没多少人啊 要不换个地方 管理人员终于下班了 我们现在可以摆到宽阔一点地方去了 那边人多一点 摊位换好了 还是在这边宽敞一点啊 过来过去都能看得到 奶油是七块 那种九块 拿草莓一样 好 走啊 那种产量低的 好吃啊 所以它就贵一点 十三块七 十三块五 那我给你找钱呀 年价不够 再给加几个草莓 差一块钱 走啊呀 走 九块五 花十块钱对吧 别拿了 十块五 九块五吧 行行行 慢走啊 十块一 十块钱 慢走啊 人家都常说啊 做生意一不金一不银 摆摊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到这边之后 一直不停 一直在卖 哎呀 红盐都已经见底了 这一块也卖了一小半了 还可以啊 十块钱的看好 慢走啊 这块买完了 今天的午饭 三个面粉肠 小编 赶紧吃吧 好了 好了 大宝 你的 没有辣椒的 我们有辣椒吧 有辣椒的 这个给你 香不香 香 我们上午摆摊那个地方 管理又严格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又换了一个地方 这前面是个湿地公园啊 这边都是游玩的人 有卖风筝的 我们在这里摆摊 大宝还是负责收钱 十三块三 十三位 大宝收钱 慢走啊 这块又买完了 这里面都是放风筝的 大宝在那边看着眼蝉 所以也给他买了一个 小编 你跟二宝在这看着摊的 我带大宝出去玩了 行 你去玩吧 大宝走 放风筝去 大宝 松手 卖怎么样了 小编就剩那么多了 没多少了呀 嗯 今天苹果跟橘子卖得多 多谢你了 4块4 4块钱 卖出去一份 这边太阳快落山了 一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我跟小贝呢 打算把摊子挪到那个夜市去 哪里人去多 就往哪去收摊 打游戏 摊子已经摆好了 小贝啊 加油啊 现在对面我们是卖西红柿的 那边是卖鱼的 拿点苹果啊 这苹果给添了 十一块六十一块钱啊 十块四十块钱 一共21 走了 好 走啊 这一块又买完了 还可以啊 即是这四个三角活了 马上给你收工回家了 天怪黑了 带草莓咯 新鲜的草莓 过来看看喽 都是一样的 这边 还带了一个 还带两个小孩 我也两个 走啊 走 慢走 慢走 慢着我赶 7块2 7块钱吧 那我们收工回家吧 这一盒就给我吃了吧 行 今天还不错 苹果和苹果官也卖了差不多了 今天这一点了 对啊 都没多少了 又回家了 又到了跟大家汇报收入的时候了 今天还不错 六康咱们全部卖光了 苹果跟我干的也卖出去不少 今天大概算了一价 挣了有300万钱左右啊 明天继续干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见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哦